请不吝点赞 风啸歌和哪吒犯罪属实 怎么那么多理由 女王 臣恳请立即处死哪吒和风啸歌 免得他们再作乱 你这是故意跟我作对 我只是就事论事 你为什么一再包庇他们 这让人很容易觉得 你是不是有隐瞒 你竟敢污蔑我 你 好了 统统住口 风啸歌偷孔雀耳环 小龙女擅自离岛 一样都犯下重罪 可是女王 小龙女她真的不是逃走 她 她是救人也罢 逃跑也好 只要擅自离岛 别律死罪 这是本国律令 没有任何人能例外 女王 我知道 岛民擅自离岛是犯了死罪 但是小龙女为了救哪吒 那甘愿备斩也要离岛悬崖 由此可以看出 小龙女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倘若小龙女是个冷血之人 女王当初 也不会如此看重她了 那依你所见 该当如何处置啊 既然小龙女承诺过 天朗之前就会回来 微臣认为 应该等她回来 当面问个清楚 再做决议 等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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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小龙女不回来呢 那又该如何处置啊 如果 如果小龙女天亮之前未归 微臣愿承担一切后果 既然有你担保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若小龙女天亮还没回来 我立刻将风啸歌哪吒处斩 当然 我立刻将风啸歌哪吒处斩 你也难逃则华 谢女王恩典 小龙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天都亮了 这下麻烦可大了 她肯定会回来的 女王 这天都已经亮了 小龙女还没有回来 依微臣之见 她定是有意逃脱 恳请陛下 把风啸歌和哪吒就地处死 以献成戒 否则 我神火国的律令 将荡然无存 这早餐还没吃呢 你们有必要这么着急吗 不要啊 陛下 求求您饶了他们吧 住嘴 哪有你说话的份 女王 孔雀 别怪本王没给过你机会 现在时辰已到 小龙女并没有回来 你还有什么话说 可否请女王 再多等一会儿 微臣相信 小龙女一定在回来的路上了 孔雀 我劝你 我劝你还是不要拖延时间了 当初是你一力承担 女王才法外开恩 留这两个贱人的命到现在 如今天都亮了 小龙女还没有回来 她就应该受到惩罚 你 臣肯请女王速速定夺 野局说得没错 小龙女欺骗本王在先 又擅自离岛 罪不容赦 如今 只有杀了哪吒与风啸歌 才能服众 恐确 就别怨本王无情了 把哪吒带到殿外 快 老大 那里就是菩萨岛 正是 小龙女 走 过去看看 站住 你们要干什么 都给我让开 五行与步 退 五行与步 退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法术怎么不能用了 我忘了跟你说了 大师兄 我忘了跟你说了 大师兄 这岛上有个古怪 法术是不能用的 这 你说什么 我 万水晶圆 离 你不是说这地方不能用法术吗 那你用的是什么 你不是说这地方不能用法术吗 那你用的是什么 我虽然没有法术了 我虽然没有法术了 但是凭我的聪明才智 用这么一点点技能 把你们几个救出去 还是易如反掌的 大师兄 你说得太对了 大师兄 你简直就是志勇双全 聪明绝顶 明冠三界 财貌兼备啊 那 就拜托你了 那是当然了 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放心了 我还得赶着回去救哪吒 大师兄 你就留在这儿 对付这些弱女子吧 还有 别忘了咱们的约定哦 我记得 我说你有完没完 还不快去 是是是 我这就走 万水晶圆 离 都站着 我可不想对女人动手 你们别过来啊 老大 老大 你快醒醒啊 老大 女王 还请您再宽限一些时间 怎么 你快醒醒啊 为了这两个臭男人 竟连本王的话 也敢违抗了 微臣不敢 还有心思牵挂别人 还不如担心你自己 来人 醒醒 是 不用 老大 哪吒 老大 把小龙女抓起来 等等 给他们点时间解释啊 老大 来 老大 老大 女王 我为了救哪吒 擅自离岛 是我不对 所有罪责 我一个人来扛 只求您能原谅他们 放他们走 错就是错了 哪有那么多理由 启禀女王 我们抓到了 小龙女的同伙 世间竟有如此俊美的男子 女王 属下该如何处置他 把他带入大厅 本王要亲自审问 至于其他人 先押入大牢吧 是 老大 哪吒 风啸歌 哪吒到底怎么样了 老大 还是没有行 不会吧 不会吧 关义大师给的仙单 应该有用才对啊 你再好好看看 老大 你怎么就走了呢 你走 我怎么办 虽然 你也不是第一次死 但我还是好难过啊 老大 你死了 我怎么不安 老大 谁说我死了 哪吒 老大 再你我就真的要死了 老大 老大真的没死 哪吒你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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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我可是李哪吒 这点小毒 还要不了小爷的命 老大 不是我说啊 你这次身中剧毒 连你几个臭婆娘都说 你肯定死定了 要不是小龙女 她冒着生命危险 跑出去给你找解药 估计你肯定没命了 小雨干儿 你真的为了我 连自己的安慰都不顾了 我是想让你帮我 复兴多海才救力的 才不是因为我担心你 你不要想多了 无论如何 还是要谢谢你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人家都说了 不是因为担心你 老大 还是谢我吧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老大 要不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啊 去偷孔缺的耳环 你的小命 就 你说得对 我也要谢谢你 谢谢你也一直 这么地关心我 你们放心 这次我大难不死 一定会想办法 带大家逃出去 什么人 法力怎么没了 就这么个货色 真不知道 是怎么到的咱们婆娑岛 干脆呀 把她带到厨房去 反正现在正缺人手 就让她呀 顶替之前逃走的那个奴隶 你们一个个啊 说要就要 说给就给的 开什么玩笑呢 我本人答应了吗 这个岛上 救赎本王最大 我让你活就活 让你死就死 如今本王要留下你 你该感恩才是 那我要誓死不从呢 那就别怪 本王心寒手辣 我 不过你别忘了 小龙女犯了死罪 加上风啸歌哪吒 一共三条人命 捏在本王手里 你别忘了 如果你愿意答应本王 我可以饶他们不死 威胁我 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 威胁我了 要杀要广 悉听尊辩 好 既然如此 孔雀 穿绑王御令 毕马将小龙女 哪吒 风啸歌 拖出去斩了 不行 女王 还不快去 是 等等 又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虽然我最讨厌别人 威胁我 但是为了朋友道义 我妥协了 你说什么 我妥协了 真是太好了 所以说你愿意了 是吗 算你识相 一条人命换三条人命 怎么想都划算 既然你答应了 那明天 就准备我们的婚礼 婚礼 什么 女王受我们无罪 还要放我们出去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呢 宫秋大人 有这么好的事啊 吗 该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 哪有什么阴谋啊 不过是你们运气好 这多亏了杨姐 杨姐 大师兄 你要嫁给生活女啊 你笑够了呗 我说她是忍不住 对不起 大师兄 我只要一想到 也要嫁给深呼女的 那个画面 我救你 我要知道你这个小鬼 这么不知道敢 我就不该来菩萨岛 别别别 大师兄 大师兄 这只是缓兵之计 等到事成那日 我们真的逃离菩萨岛 那你也就自由了 对吧 哪吒 你笑什么 这有什么好笑的 大师兄 这不是为了我们吗 你说得对 大师兄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笑话 你作为一个堂堂七尺男儿 竟然要嫁做人妇 也是为难你了 这让我怎么说呢 正所谓成大事者 要忍常人所不能忍也 知己不可为而为之也 大师兄 你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你一定要记得 嫁给深呼女之后 要三从四得 这样孝敬公婆呀 说得真好 楠湛 你过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你干吗 你给我站住 你还敢说 你给我过来 你 你站住 我不仅要说 我还要说 众女和神火女 百年好合 七色和鸣 到日暴云胖娃娃哟 你干什么 大师兄 冷静一下 你 明日我告诉你 再敢多说一句 我保证这盘水果 全砸在你眼上 有话好说 不 你看看你 怎么能这么说大师兄呢 大师兄 他这人吧 就是嘴不好 你看看 说你脑子不好使吧 我脑子也不好使 咱们两个人的脑子 加起来 都没人大师兄 一个人好使 咱们还得靠人家的聪明才智 救我们出去呢 是吧 大师兄 那当然了 凭我的聪明才智 再加上优异的体能 带你们出神火锅 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不像某些人 只会动嘴巴 是是是 你厉害 你最厉害 就你最厉害 我就等着看 你是怎么逃离那群 女人的魔爪 你 你看看 哪吒 这话你说得就不对了 怎么能叫逃离呢 是吧 大师兄现在这么受宠 回头跟神火女说一声 我们大大方方地走出去 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你说得对 大师兄 靠你的眉色了 都什么时候来 你还在睡觉 女王大婚正缺人手 赶紧把衣服换了 干活去 神火女大婚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这急都急死了 还不快去帮忙 我说你们这些 新来的奴隶 真的是欠调教 等忙完这段日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我必须要在明天之前 将神火女拿下 糟了 我的法力还是施展不出来 围禁之机 还是先潜入这后厨 再做打算 我堂堂七尺男儿 顶天立地 气盖和善 是货真价实的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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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你们三个 居然让我 穿这样的衣服 去成家 简直是奇耻大辱 你们把我的自尊 丢到地上 蹂躏他 践踏他 你们让我以后 怎么抬头做人 杨姐 这可是我们精心 为您挑选的嫁衣 你看这布料 这乃是神火国清残所致 质地柔滑 这可是我们神火国 质地最好 最精良的了 俗不可耐 庸俗至极 你是在骂我 没眼光 非夜 我怎么可能这样说你呢 我说的是野局孔雀 这两个庸俗的女子 她们一点都听不懂 我在说什么 一点聪明劲都没有 你可不同 贵为一国国主 自然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 那是自然 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 你知道何为爱情吗 爱情 是 是 这个爱情 是什么意思啊 爱情 是神圣可贵的 它是天地间 最纯洁 最美丽 最动人心弦的一种力量 只有心地纯洁的人 才能够领略他 拥有他 那本王纯洁吗 是否可以领略他 拥有他 当然了 只要有心 都可以领略他 拥有他 畅扬在爱情的怀抱 那你快教教我 如何才能拥有爱情 爱情是学不来的 它出现在一瞬间 一刹那 自然而然 浑然天成 爱情 是看不到 摸不着的 好不容易来了大师兄 这个法力高强的帮手 法力禁食使不出来 还是没有什么用 你之前不是还说 靠他的聪明才智 我们一定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吗 现在你怎么说改口就改口啊 你们男人嘛 肯定是要说点好话 给点信心喽 说这些也是没有用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对啊 依我看呢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恢复法力 可是因为那个五芒兴阵 我们法力禁食 还不如直接毁了他们 还用得着你说 你是不是知道 这个五芒兴阵是神火国的禁地 平时有重兵把守就不说了 还有很多结界 只要一有人靠近 神火女那帮人立马就能冲过来 还说什么破坏五芒心阵 破坏结界都是个问题 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 你要怎么证明 凭我自己的能力 赢得你的放心 其实你不用证明 我已经 什么都不要讲 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早就想好了 我要让所有人 心服靠服 等到我们成亲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质疑我们的感情 会尊重我们的爱情 你说对吗 你说什么都对 那你打算怎么办 这很简单 神火国以女为尊 要想服众 首先我要打赢所有人 证明我养解的能力 那你的意思是 我要举办一场比武大会 我要举办一场比武大会 让所有人都来跟我比试 我要让他们都看到 只有我杨俭才有资格 配得上你 我的女王 好 难得你有这样的骨气 我就答应你 好 好 神火女已经成婚 这可如何向大帝交代呀 说是举办比武大赛 说是举办比武大赛 我看啊 她就是推辞 不想嫁给女王 不过也是 她这么英俊为安的男子 倘若是唯唯诺诺地嫁了 就不像现在这么迷人了 原来神火女还未嫁人 如此 我便要尽快想办法 叫她带走 这是我的 二位大人 请慢 你是谁 怎么会在这儿 不过是个后厨的帮厨 竟敢偷听本祭司说话 不敢不敢 只不过是那 不是什么 你是不是想借机诱惑我们 让你看看我们神火国的规矩 且慢 我只不过是妖族大帝身边的 暗黑使者 妖族人 你妖族人来我神火国干什么 事不相瞒 我奉妖族大帝之名 向女王求亲 来到婆娑岛之后呢 没想到我法力尽失 还被你们丢进了后厨 那是自然 我们婆娑岛有五芒新镇庇护 任谁来了 都没有办法施展法术 对了 我刚刚听到二位大人在说 女 女王的那个心爱的男人 莫非二位大人也对那男子 心生好业啊 大胆 你少妄加揣摩 我怎么会对女王陛下的男人心动呢 就是 只不过女王新婚在即 我们妖族大帝对女王大人也是心生爱慕 如此一来我也不好回去复命是吧 不如二位大人与我合作 令女王改变心意 这样一来呢 二位大人也好报得美人归是吧 这个呢 是我妖族特有的药 只要令女王服下 就会让她改变心意 到时候二位大人可以报得美人归 那我呢也可以向妖族大帝赴命 这如此一来 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你想让我们对女王用药 笑话 看我给你厉害 二位大人 这药呢 它只能改变女王的心意 这身体是毫发无损 那如果二位不愿意 就当我没说过 行吗 我只是感觉 这白白错过了一段好姻缘 那行 我走 等一下 这药当真对身体没有伤害 当真无害 你说大师兄这是在搞什么呀 我知道了 大师兄这是在做球给我们踢啊 不是比武吗 怎么赶上踢球了 你是不是傻啊 老大的意思是说 杨俭呢 他在制造机会 让我们打败他 然后让我们脱身 对吧 笨死了 原来是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啊 我还以为改成踢球了呢 笨 你们想想 大师兄 他可是号称昆仑第一战神 就算是没了法力 他的拳脚功夫也是相当了得的 放眼望去 除了小爷我 还有谁能与这辟敌 绝对没有 我的天哪 你快闭嘴吧 少臭屁了在哪儿 我们先把臭屁摆一边 你们说大师兄想出这个法子 八成会故意输给我 当然了 我也不需要他故意输给我 但是我赢了他之后呢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向神火女讨掉一个心愿 你是说 没错 我是说 我会让他兑现他的承诺 放我们离开 大师兄他提出这个想法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 不行 你那个中毒刚刚好 不能用武功 没事 我刚刚服下了观音大事 给我的仙丹 身体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当务之急啊 我们还是要赶快去报名参加 比武大会 好吧 走 走 你说什么 小丽我不够资格报名 李哪吒 你有什么资格报名 你 他没资格 那我有资格吧 你也一样没资格 当时不是杨俭替你求情 你早就人头落地了 你还在这儿站着 现在还妄想参加比武大赛 对 只有像本军师这样 地位崇高 又武艺精湛的人 才有资格报名 还有那些啊 想报名的人 别怪本军师没有提醒 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省得到时候出来丢人现眼 浪费时间 我们军师都说了 你们还是赶紧走吧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我们都没报名 我们走 我们走 红小哥 老大 老大 张浩浊 我告诉你 以后不要跟哪吒那些人 混在一起 免得受牵连 可恶 难道是我会做了业 其实大师兄 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个 老大 可是如果杨检 不是让我们故意打败他 取得神魂女的允诺 那他这么做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问我啊 我知道了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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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时间跟我说 那个叫什么 什么来着 武芒兴阵 对对对 五芒兴阵 我们没有法力 是因为五芒兴阵 所以我在想 大师兄这么做 会不会是在替我们 争取时间 创造机会 让我们毁掉这个 五芒兴阵 老大 小龙你说这个问题的关键 就在五芒兴阵 只要把它破坏了 我们就可以成功地 我听见了 他听见了 我看见了 他看见了 飞天欺火 精水相换 天地太极 五芒兴夺 老大 我们快点 他们过去已经有段时间了 风啸歌 小点声 注意隐便 好好好 快 老大 看孔雀的样子 好像是在改变五芒兴阵的布阵方式啊 他们突然间改变布阵方式 应该是跟鱼姬的丑入有关系 没错 是因为鱼姬 他在这个岛上可以使用法术 这一定让他们觉得很紧张 所以才会这么着急改变兴阵 咱们说不定 可以偷听他们的秘密 怎么可能 我们偷还差不多耳朵听 没有顺风耳怎么听得到啊 我会淳于 您安静一些 让我专心一点 他会淳于 这么厉害 这一次 你保证不会再出错了 卫山敢保证 原本五芒兴阵 是利用水晶耳环 和五色大水晶相克的原理 让我们保留法术 可由此 也成了五芒兴阵最大的弱点 那个鱼姬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这个弱点 所以才能够运用法术 那你现在这个阵法就无懈可击了 是 微臣经过几番思考 想到唯有剔除这个弱点 才能保证 不会再出现这次的事情 只是 怎么了 难道还不够周全吗 女王放心 只是我们的耳环 从此就失去了作用 那 那我们该如何继续保留法力 这个简单 只要在施展法术的时候 说出咒语 便可以施展法术 那咒语是什么 这咒语是 他把嘴给捂上了 走走走 气死我了 我就差那么一点点 我就能听到他的咒语是什么了 孔雀还挺奸诈的 用手把嘴给捂上了 老大 那你说 这怎么办啊 那禁帝守卫如此森严 想要直接冲进去恐怕会 那比登天还难啊 所以为今之计 只能是靠你了 凤小哥 不是吧 不是 老大 我 我上次偷孔雀的耳环 他已经对我很有防备了 你们也别抱太大希望啊 那你说还有什么 其他的办法没有 难不成 你还想伺候那个孔雀一辈子啊 当然不想 那你要是不想就去试试呗 成了最好 不成也没什么损失嘛 没有损失 老大 我上回差点丢了性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受了委屈 但是我看那个孔雀 好像还挺护着你的 我们这不是也没有 别的办法了吗 这是如今唯一一条路可行了 这事确实太委屈我了 是是是 那老大我尽力而为吧 你们也别抱太大希望 走 杨俊在花园练功呢 超级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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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他们居然改变了五芒星阵的布阵 护体钢尸就完全没有用 等等我 等等我 你这个这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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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暗黑使者还没有暴露身份 他会在哪儿呢 是 为何他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来 来 来 身货硕硕 以后 灼灼其华 知女于归 以启施驾 好美的笛声啊 好美的诗 好美的诗 配好美的你 我说 我说 跟人家学着点 这么好的机会 关我什么事啊 你这么有见底 干吗不让大师兄 帮你去对付蛇姬 说不定隔天就完事了 酸得很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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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给我 你这是 你带我来你房间做什么 我 我们 你这是干吗 先听我说吧 我帮你准备了一套衣服 请你把它换上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在外面等你 一会儿就来接你 这 不是市井小民的错不一吗 杨姐为何让我 换上这个衣服 该讲的我都讲完了 我的计划你们明白了吧 明白了 再明白不过了 大师兄这么为我们着想 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好啊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大师兄 那个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又怎么了 既然我们都有计划了 那为什么还让哪吒 去参加比武大赛 我这边的事 看来有杨姐相助 公主她们逃离婆苏岛之日 应该也不远了 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前面